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昨日,日本在多哈就地解散 部分球员随主帅森保一飞回日本 也有部分球员返回球会或是开始休假 日本后卫板仓晃接受了采访 并对自己世界杯表现进行回顾 板仓晃表示 在本次世界杯我们采用了午后卫阵型 让后防线的队友间距离保持得比较近 有助于我们相互联系相互呼应 不过在接下来的比赛里 我还是要努力扩大自己的保护范围 即便在中后卫位置上也要加大运动量 为此的下一番功夫了 本次世界杯自己在一对一时 虽说大部分情况下能保持冷静吧 自己一直以来的积累得以在这个团队里有所发挥 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因此接下来需研究的部分还是很多的 首先从进一步强化自己的防守能力开始 这一点也只能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比赛来提升经验 并实现突破 在比赛中要尽量不让球队丢球 说实话 我恨不得现在就能再开始一次世界杯之旅 但现实是还得再等四年 希望下届世界杯我们能顺利跨过16强这关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